他能够变得更自在 对事实的成败 名利 不是那么执着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再度投笔当作家 其新书《生死之间》 将于8月底9月初正式出版 我们希望说每个人都有正面的态度 这个台湾会越来越好 市长任内出版第三本书 十几点引发外界联想 因为去年市长选举期间 柯文哲也借由出书 在台湾北中南举办多场签书会 催出人气 临近2020选举 如今又多了台湾民众党党主席身份 柯文哲是否利用个人光环 打响台湾民众党名号 引发外界质疑 而随着选战升温 柯文哲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搭档参选2020的传闻也甚嚣尘上 9号受访时 柯文哲再度语出惊人 我要拍那五首话 继续当台北市长就好了 何必这么滑 柯文哲的话是在暗示 郭柯配破局了吗 同一天台湾永龄基金会执行长 郭台铭幕僚刘又彤 在面对媒体追问 郭柯会内容时强调 我想如果真的有这场会面的话 那如果他们二者 都没有对话发言的话 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就到此告一段落 所以朝向郭柯和来走 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参选的打算 没有跟谁配会跟谁合的问题 进阶段 柯文哲可谓赚足了岛内民众的眼球 一方面创立台湾民众党 另一方面对蓝绿阵营毫不嘴软 火力全开 外界将柯文哲的这番举动 解读为参选2020的起手势 不过有岛内粉丝专业统计 柯文哲连日来批蓝打绿 动作平平 但其声势不仅没有提高 脸书粉丝还掉了近万名